来看看新闻榜 模特出身的肖强 在穷瑶剧《一连幽梦》中 饰演敢爱敢恨的绿萍这一角色 让他瞬间飞入寻常百姓家 虽说十多年过去了 但如今再见肖强 仍有一种木然回首 得见依人的喜悦感 令人惊喜的是 时隔多年之后 肖强在新剧《木兰花》中 挑战以一抵百的女警角色 破天荒的尝试 让外界充满期待 我不知道耶 我很喜欢打耶 就觉得帅劲 就觉得自己很帅这样子 真的很帅 然后我有一场戏 是一个人打五十个 而且是在半夜下大雨 我不知道导演怎么想的 就一个女生就打五十个 穷瑶女郎的武打功底 究竟有多深 至今仍是个谜 但对于素有台湾第一美女 之称的肖强来说 演技卓越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十多年来肖强在银瓶上 留下的经典形象也是不胜美举 除了穷瑶剧中灵气十足的绿品之外 肖强更是古龙笔下惹人怜爱的林诗英 表哥 我也不觉得自己有病 只觉得浑身 好像被围火烤着 不太舒服 可以说一出道便凭借好剧本迅速走红的肖强是极其幸运的 但正所谓众口难调 当2010年42岁的肖强在电视剧《聊斋三》中出演方林17岁的《眉孤一觉》时 外界的争一声却让肖强始料未及 其实太猫笔还没有找到 那这么急着缝这个袋子 也是没有用的 跟你讲 我从一出道开始就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批评跟建议 其实 我真的不是说那么介意 但也很感谢说 到现在还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关注 我会尽量让自己维持在最好的状况 然后有更多的触角 更多的机会去演出更多的角色 或许正是这份乐观的态度 让肖强在长江后浪推浅浪的娱乐圈中占有一席之地 不过回归现实 外界更为关注 年过不惑的肖强何时嫁为人妇 对于这个被议论了好些年的话题 肖强轻描淡写地用 深信爱自由五个字来概括他当下的婚姻观 我大概只有五个字吧 我就是深信爱自由 我跟很多男生一样 可能当然我不是男的 那我就是觉得 我喜欢比较轻松 比较自由的过日子 那对于 我觉得婚姻大事 还是要 还是要再谨慎一点 新语力大线综合报道